我说过的 我在单方面跟陶生气 所以很久没做他的新剧了 但是打开B站 有两千多个人拿到 必我写周深如故 不管那么多了 周深如故 改编自小说 一生一世美人骨的前世部分 以剧中四对CP 三对美成一对祭天的悲剧结局 把现代片一生一世 送进了恋恋剧场 原著作者莫宝飞宝 有很 多甜宠闻 突然一个虐的 愣是被你们给撞上了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三张原著改成24集 却让西周百姓活生生 一抹到现在 任嘉伦 白鹿主演的 无人生怀 他讲述了一个 全北城最好的南城王军 师父周深臣 徒弟崔石仪 身不逢时 一个剃骨 一个坠楼 以及千千赫厚的 师爷战祀 师兄身残 师妹圆去 只有首师兄长 纵上郭师兽炉 郭朝未诸 故事发生在远近闻名的恋爱宝地 西周 坊间传闻 西周有一个 十里巴乡有名的 最后森 他 周深城 父姓周深 但名一个城 那里 他有一句 世间罕见 美人鼓 外在 他是一个毛茸茸的 小男城王 今年要逛 五百次海岚之家 秋冬款 一个穿上白衣服 就会有好事花散的男人 他 飞成扛把子 战功赫赫 有众多男粉 男粉 男粉 和男粉 他 一个强悍的男人 能扛能打 还很会 转圈圈 他 永远先天下之勇而勇 他 永远 后天下之勇而勇 他 最有能力做皇帝 但最不能 也最不愿意 做皇帝的人 舍弃皇席 远赴其中 一天到晚 还要被皇起 那些不干事的亲戚 他立下了影响 他一生一世的誓言 本王在此立誓 一生 助手边关 不取其切 不留此思 他 会时宜 但他可能更喜欢 你们叫他时宜 他 冰雪七元 剩于一场大雪 从此只要下雪 就没有好事花生 他最爱在马车里 探头头 最爱在城墙上 搓手手 然后一个色相 胆变身 借助了城墙下的顿后僧 周森藤 随之色受欢欲 好谢年 他是娘胎里定下的太子妃 从事这天距离最危险的职业 他的娘家是北城顶流 但父亲却受陷害离去 自此他变成了一个不能也不愿开口的小哑巴 故事开始 十一被派去了西州 预备给小南城王做徒弟 他们选了一个夜阳高照的日子 在一个说是拜师礼师则 却好像是婚礼的氛围下 十一成了南城王府那个压箱底的宝贝 十一 正好 我已经有十个徒弟了 我也叫你十一 可好 从此他身后 有了一个不会自称本王 贫义近人的师父 有师兄 有师姐 还有一个顺手捎带上的轻表哥 王府的组织架构也逐渐调整成 十个孤儿和一个十一 十个武将和一个后方 那几个不正经的和一个官方认证 拜师过后 两个人很快进入了新角色 十一这边 牢记自己老母亲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真爷 拜师第一天就工工整整的行了个大礼礼礼礼 除了每天必要的成婚定性 十一还悄悄地搞起了衣袖外交 哎哟哟 语句了 反观另一边 从来没正经带过妹子的周生辰 突然就麻了爪 只能试探着 做起了人家师父 依着亲戚书画的原则 他送长风琴 他学长风制而波起息 他与他对弈 他学起之要义落子无悔 他送藏书阁 他在藏书阁的墙壁上 摸下上灵术 顺便给师父比了个心 有了徒弟的生活就是不一样 十一浪费茶水 他一脸严肃发他抄茶名 十一打盹 他裹着胡秋才敢抱他回房 十一喜欢吃石榴 他要擦干净才能寄给他 十一在家等他过除夕 他日行千里也要赶回来 顺便拍出在本剧中最帅的镜头 在两个人不懈的努力下 第一学习阶段结束了 周深成布置了一项课后作业 按套黄钢试卷 好学生十一默默用功 开始了爱的发声练习 终于在老师傅打架的时候成功应援 听在这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奖励你重说一次 师父 就这样 在这对师徒的感染下 王府愈发喜气洋洋 弥漫起了战友以上恋爱未满的气息 毕竟这里老板很帅 奇功犯财 敏捷迭代 同时有爱 除了超年不间断的出差出差出差 王军出征 十一眼巴巴的送 王军凯旋 十一急哄哄的街 充满爱意的男程王弟 以王旗 以捷报 以祥军用硬见证 日下从此以后 王军只有捷报的 Flag 时间一年接一年 手碎的花椒酒一碗接一碗 Prince阿基西认证今生最帅的镜头 一遍又一遍 周深城为僧侣修期的寺庙落成 十一为他起的名字青龙寺 也已经起好 南城王府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寒假 经过一学期的努力 十一突飞猛进 语言的语职直接拉满 甚至还学会了将吐槽文案 说得下了 回老不知 三号学生十一回家过年 留下孤寡老人独守空房 略显安慰的是 回家的十一起几好消息 在朝中咎咎的努力下 他与太子的婚约终于取消了 此时的空巢老人 突然开心到秦柯吃饭 准备乖乖的徒弟回家 结果 庸城突然被围 路过的十一身陷其中 周深城火急火燎的赶来救徒弟 还来了一个爱的抱抱 那么其他人都在干什么呢 趁着大家上头 敌方小羊挟持了十一 表面是方便自己跑路 实则是为了让自己的CP去度个蜜月 就这样十一被绑去了南霄 周深城在后面寸步不离 我天你俩太明显了 一上岸 原本就没想伤害十一的小羊 直接溜了 小两口踏进了南霄 仿佛像踏进了诚实夫妇的超话 再把你娘子给结婚 小娘子始终回头 你娘子要跟着受罪了 这里的路伦粉 是郑主听了都喜欢的程度 我喜欢这里 山喜欢 水喜欢 人说的话也喜欢 小两口很快就见到了 他俩的后援会会长 小兰 在科学家小兰眼里 这是我的老伙计 这是他的巧媳妇 被郑主批摇以后 这是我的老伙计 这是他想要的巧媳妇 为了克CP 他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 只有一间房 总之 他为诚实夫妇的蜜月旅行 花钱 花心思 说谎 说断子 只要看到自己的CP同框 就开心得不得了 旅行走到了尾声 时宜的路伦粉赶来告白 被时宜大大方方地回绝了 我没有回约再生 但我 已心属一人 我对他 心意一卷 听了这话 周生辰紧了进后槽牙 咕了咕塞帮咋 想说点什么 然后在人家门口站了一夜 站一夜 如战一夜 一夜无话 直到返回西周 才给出了一个委婉的回答 在那之后 他们开始了一缕缕快乐的时光 他给时宜擦头发 被受伤的他回家 请他吃大姑娘家最爱的羊肉泡馍 还答应他 白天开春 我带你去夜门关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下面请镜头给到本剧的 万恶之源 刘子行 一个对十一的照片 有着强烈收集皮的男人 一个光看画像就单方面陷入爱河的男人 一个整天想把十一搞回家 但是没什么用的男人 一个到处靠女人们的白设品 一直预备 久久未能登记的太子 最近有坊间传闻 称他很像狸狗子 他不配 起码狸狗子比他 嗯 黎晨银孤独中老 上头的刘子行再一次求取十一 婚约的恢复也成了悲剧的开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虚假繁荣的皇室 被上了死亡buff 小皇帝死了 周深成的师长也死了 这一次连十一也要走了 得到消息的两个人 都很乐观 很乐观 真的很乐观 在一个艳艳高照的日子 周深成穿上了拜师那天的白衣裳 十一公公正正地行了个大礼 告别了周深成这一天 面对让他收拾一位 一日以正清白的无礼要求 周深成唯一以此抗了旨 这一天 他们策马逛遍西周城 一直走到了未央共 卸下了未能宣之与口的名字 这一天 就是留在西周的最后一天了 只差一步 只差一步 我就可以留在王室 十一赶往皇宫完成了与刘子行的婚礼 却被造反的金融打断 刘子行与之勾结 他们先是害死了师姐 好雨 好前 还能 追孤子 此时之常 要是 又是以忠臣又子拼命做人质 换周生辰束手就擒 你以擒一来要挟我 就应该想到 我不会逃了 他们给周生辰扣上了谋反的帽子 朝城一个一个想追随周生辰 又一个一个被金人杀掉 周生辰被下令实施弃谷之刑 最后是南霄的和尚 为周生辰收了尸 贫僧前来 是替吾王收尸 贫僧出家前的身份 想必你很清楚 若今日不让贫僧入行宫 为吾王收尸 贫僧必回南霄 冲穿铠铠甲 施宝剑 零百万精灵来娶你江山 而另一边 自婚礼开始 时宜就被关在了东宫 刘子星找来各种演员 伪装成无事发生的样子 是女 是兵 没有人能回答他 为何这次 捷报迟迟未到 直到他娘拼命送来了自监 臣子一手 不负天下 为负十一 一夜无话 十一再一次变成了哑巴 心地留子行登基 娶了他一直哄骗的小姐姐 也就是金融唯一的女儿做皇后 然后忙不迭要继续和十一的婚礼 婚礼的那天 十一见到了很多的固有 旧交 最后一步步走上了城墙 请娘恩准女儿 舍弃崔星 自足谱出名 自此 崔氏再无不孝女 十一 只是南辰王府的十一 周深辰 我来嫁你了 你一生无期无辞 究竟是为了什么 本王在此立世 一生驻守边关 不娶妻妾 不留子嗣 从今以后 王军只有姐妹 你要摘散他们呢 人世间最难开口的 就是这些 天下 先生说 她也曾和你一样 在娘子门外 看过一夜的雨 以后 她是 你如果不够来了 走进她心里 最后却又离开她 因为我不愿 那本王便可以回职 看她流泪了 心里话 我有一个自少是喜欢的人 心里话不是应该 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讲过 缘分不动 也要在心里 我 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 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她 让我们想你啊 我也有私心 我也有自己想做 却不能做的事情 那尊心是否不再失眠了 远世间文情化作一粒风 代替我拥抱她 以后的日子 你要好好照顾她 下次回来的时候 试着教育上失望 或者叫一句 周生辰也可以 周生辰 再让人走进她心里 回来嫁你了 趁此一生 不服天下 为服侍 为服侍 可 为主 不服侍